大家晚上好,我是真我GT7PRO产品经理毛巾,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一直以来,真我坚持科技越级的理念,不断投入研发成本,带来非常多引领行业的黑科技技术。 比如说前不久和大家见面的320W超光速秒冲,4分30秒就能够充满一部手机的闪冲气器,给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力。 这也是我们越级实验室的成果之一,一直以来我们聚焦显示、影像、游戏、续航、四大关键赛道,不断加大投入,为用户带来前沿科技的体验。 而今天的主角就是屏幕。 真我一直以来都是屏幕赛道的越级生,我们曾经给行业带来许多款屏幕超越同样的产品, 比如我们之前的X7 Pro,比如我们的GT-2大碳、10 Pro加,还有GT-NEO6 SE,款款都是人无我有的越级体验。 而今天我们将带来从越级到超越的一次转变,和大家共同见证一块画时代屏幕的诞生。 在正式介绍之前,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行业屏幕的现状。 OLED屏幕,大家都不陌生,它诞生至今已有整整16年了。 而这16年里,OLED从高端的代表到今天成为手机屏幕的主流, 给大家带来更亮、更鲜活、更省电的屏幕效果。 但是呢,OLED屏幕有一个诞生至今都未解决的问题, 而今天真我就要解决这个长达16年的问题,解锁OLED的终极形态。 这么多年来悬崖未竭的问题,那就是偏光片。 我在这里给大家快速科普一下,偏光片是LCD时代的产物。 它的作用是帮助LCD控制背光层的偏正方向, 并配合液晶层的悬光效果,让LCD发出不同的色彩。 所以在当时,偏光片的存在是为了保障LCD的显示效果。 当时间来到OLED时代,一切都不同了, 因为OLED是像素自发光。 从发光原理来看,屏幕显示并不需要偏光片的参与。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多数OLED手机屏幕都还是保留了偏光片。 这是因为OLED面板上的金属材料很容易反光, 而偏光片呢,可以利用偏正的原理将反射光吸收。 正如屏幕上所演示,外界的光源被OLED面板反射, 当光来到偏光片上,偏正方向与偏光片垂直, 那就无法通过,最终就被消灭在屏幕里。 那么问题来了,偏光片吸收了反射光, 那其他的光呢? OLED的自发光就没有影响吗? 其实,偏光片对光线是一视同仁的, 只要振动方向与它垂直,就没办法透过。 正因如此,偏光片也吸收了一部分OLED发出的光, 并且和不佳偏光片相比, 想要达到相同的亮度, 那它的功耗就一定要增加。 正如刚刚所说, OLED诞生就是为了追求更亮,更省电, 而偏光片的存在却逆其道而行之, 让追求极致的OLED充满了妥协。 所幸的是, 现在的行业已经有去偏光片技术面试, 那么由于极高的公益成本, 目前也只有万元的折叠屏, 而且是非常昂贵的内屏才用得起。 与此同时, 权威的机构预测, 在2023年将有超过20%的智能手机, 会采用去偏光片的技术, 那么毫无疑问, 去偏光片将会成为未来旗舰屏幕的一个分界线。 那么今天, 未来以来, 我们真我领先于时代, 打造全球首款去偏光片的纸板旗舰。 为此, 我们与行业的楼桶企业, 三星显示共同打造这块屏幕。 三星显示, 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为我们带来许多画时代的屏幕技术, 比如说, 全球首款的量产的去偏光片折叠屏, 就是三星带来的。 那么有了这位顶尖的合作伙伴加入, 我们今天带来的屏幕, 绝对有画时代的意义。 各位, 向大家介绍我们真我与三星显示共同打造的里程碑之作, 一口苍穹屏。 它不仅是全球首款去偏光片纸板屏幕, 更在色彩, 护眼, 功耗上都做到了画时代的体验革新。 那么一句话总结, 一口苍穹屏就是一块好屏, 划分两个时代。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三星显示的副总裁, 李豪中先生, 共同见证, 一口苍穹屏的诞生。 请看视频。 안녕하세요, 三星ディスプレイ 상품계획팀 팀长, 이호중입니다。 그동안三星ディスプレイ는 리얼미와 긴밀한 협력关系를 유지해 왔습니다。 当时, 전력 소비가 적으면서도 더 높은 화질의 디스플레이를 만들기 위해 끊임없이 연구하고 있으며, 특히 당사는 폴라라이저 기능을 디스플레이에 일체화하는 기술의 선두업체로서 21년부터 무평강 해코스케어 올레드 기술을 폴더블 제품에 적용하여 출시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저소비전력, 친환경, 고화질에 대한 니즈를 바타입 제품에 적용하기 위해 내부 재료, 디자인 설계를 개선하는 등 리얼미와 긴밀한 협업을 통해 1년 6개월의 개발 및 공동연구를 진행하였고, 그 결과 에코 창봉 디스플레이를 개발하였습니다. 에코 창봉 디스플레이는 색저연성을 높이면서도 소비전력의 효율성을 대폭 향상시켰으며, 편강판을 제거하여 눈 건강 및 친환경에도 기여하고 있습니다. 새롭게 론치하는 리얼미 GT7 프로를 통하여 획기적인 프레그십 디스플레이를 경험해보시기를 바라겠습니다. 앞으로도 양산은 심도 있는 협력을 지속하고, 손을 맞잡아 궁극의 디스플레이 경험을 추구하는 길을 향해 함께 나아갈 것입니다. 더욱 많은 협력의 성과를 전 세계 소비자들에게 보여줄 것입니다. 리얼미 GT7 프로의 성공적인 출시를 축하드립니다. 에코 창, 송 송 지 olan �· 바라로 光方按就推到重来超过30次 更有超万片的屏幕饰样 最终才让这块屏幕与大家见面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有一天我们拿到了一块几乎完美的GOLDEN屏 但有眼尖的小伙伴发现在极小的概率下 屏幕会出现细微的褶皱 原因是因为屏幕有一层用于缓冲的泡棉层 那么技术伙伴说 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折叠屏都没有解决 并不影响使用 是一个用户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我们觉得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极致 要给未来的去偏光面手机打个样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用了全新的柔性抗震博层 来替换这个泡棉层 这样既能保证足够的缓冲性能 也能够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么类似难题属于千计 为了一口仓球屏 中我的评显团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也正因如此 一口仓球屏不仅技术领先 在体验上也更加出色 我们在研发过程中 多向参数都向万元级的屏幕看齐 于是我们内部给他起了个小代号 叫万元屏 为了不负万元屏之名 我们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要打造万元内最好的色彩 最好的功耗 最好的护眼 这也是争我在屏幕赛道 最具雄心的一次超越 首先我们就从色彩开始介绍 一口仓球屏目标打造万元内最好的色彩 从技术角度来讲 决定屏幕色彩更好看的要素 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更广的色域 这让屏幕拥有显示 更大色彩范围的能力 那么第二就是亮度 同样色域的屏幕 亮度越高 色彩的显示也会更加鲜活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通透感 而决定这两项关键参数的 其实是发光材料 为此我们专门采用 三星定制的S2揉心屏 让屏幕色彩表现 堪称画时代 在全新的屏幕材料加持下 一口仓球屏色彩显示能力 有了画时代的提升 我们是行业首款 实现了120%p3色域的纸板旗舰 这样的提升可不止一点点 要知道即使色彩非常出色的iPhone 或者说是广受专业设计师好评的 iMac显示器 也只做到了100%的p3色域 那么这就意味着 一口仓球屏比专业的显示器 还能多显示20%的色彩范围 能更大程度的还原照片的色彩 屏幕体验也更加多彩生动 我们再来看看亮度表现 屏幕亮度和色彩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更高的亮度能够让色彩 更加立体 更加鲜活 而亮度一直是我们 真我最擅长的领域 之前我们已经把亮度 做到了行业T0级的水平 而今天我们要把用户更为关注的 全局最高亮度达到极致 将再次打破行业的记录 我们先来看看友商旗舰的产品水平 目前最高的记录是1800尼特 其实表现算不错了 那我们的屏幕还会维持一开头的记录吗 这一次我们直接打破记录 全局最高亮度2000尼特 开启2000的全新时代 那么跟目前榜单上第一第二名相比 2000尼特可谓是断层的领先 我甚至敢说在一段时间内 2000尼特只会有追赶者 绝不会有超越者 这么高的亮度带给大家提升 是飞跃式的 因为其他的全局亮度在高光场景 只是解决了看得清的问题 而ECO苍穹屏则是让你看得更爽 举个例子 当你在夏天户外拍照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的是友商的16 Pro Max 那么它全局亮度只有1600尼特 你呢只能分辨出拍到了什么 而拍到的色彩光影的这些细节 都会有所损失 而如果你用的是ECO苍穹屏 那么2000尼特的全局亮度 能够让这些显示效果更加立体 可以更加直观的把玩色彩 光影这些细节 那么聊到这里 我们也在现场想给大家实测一下 我们屏幕的亮度表现 那么我们有请现场的工作人员 帮忙把器材搬到舞台前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三台手机 主角是搭载ECO苍穹屏的真我手机 放在最中间 那么这一台呢是友商的16 Pro Max 还有这一台是友商的14 Ultra 那我们用强光手电来模拟一下 烈日下的一个屏幕表现 我们先从友商的16 Pro Max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16 Pro Max的水平大概是在 1100尼特左右 表现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再来到友商的14 Ultra Ultra的表现明显要更好一点 差不多达到了1500 1480 1500尼特左右的一个水平了 那么最后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苍穹屏 到底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其实肉眼可见 我们苍穹屏已经是更亮了 那么我们让仪器来读一下这个数据 那我们这个手电可能需要再重新打一下 没事不着急 我们强光手电可能 好 再试一下 嗯 还是这个手电筒应该已经电量不够了 我们试一下用友商的手电筒来试一下 在友商的手电筒激发下面是达到了1800尼特 但这个明显这个这个手电筒应该是不够亮的 我们现场还有更亮的设备吗 这个我们稍等确认一下强光手电筒意外的没电了 应该是有些接触不良的问题 应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我们把手电上充电一下 可以 我们去调整一下这个手电 稍后再给大家测试 那么除了出色的色彩和亮度 以口苍穹屏屏同时也支持杜比视界 HDR10加等旗舰显示技术 为你带来更加极致的屏幕体验 最后总结一下 120%的P3色域 色彩超专业级的显示器 2000尼特霸榜级的最强亮度 以口苍穹屏带来画时代的屏幕色彩表现 当然了现在一块好屏幕 不只是要色彩好 更要功耗低 以口苍穹屏则是挑战万元内最好的功耗 那么功耗呢 也是旗舰屏幕的一个必修课 而现在屏幕高材生们给出的答案 都是惊人的一致 没错 那就是8T的LTPO 这也是行业公认的最省电的屏幕技术 在一些低负财的场景 比如说看书刷微博 8T LTPO就能显著的去降真审功耗 那么如果是打游戏 或者说看视频这些重载的高刷场景 其实8T LTPO大部分时间都是去跑满真的 所以虽然能省啊 但是省的不多 所以要降功耗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刷新率上面做文章 以口苍穹屏 凭借以口OLED Plus的技术 直接从屏幕的底层进行革新 和传统OLED相比 以口苍穹屏的思路 是提高屏幕整体的一个透光率 不管屏幕低震还是高震 全场景都省电 打个比方 传统的屏幕点亮500L的亮度 可能需要400毫安左右的电流 而以口苍穹屏可能只需要200毫安就够了 另外呢 以口苍穹屏同样也支持8T LTPO的技术 两项超低功耗的王牌技术 我们有实力挑战万元内最省电的屏幕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测的数据 在低震场景下 同样是点亮屏幕到500尼特 以口苍穹屏只需要200毫安的电流 而8T LTPO的屏幕呢 则稍微高一点 去到了369毫安左右 而落后了两代的LTPS屏幕 这个电流就比较大了 差不多是457毫安 是我们苍穹屏的两倍还多 而在满针场景 以口苍穹屏依旧表现出色 最高可以节省52%的功耗 那么无论是低震还是高震 以口苍穹屏能够做到 真真省电 重载满针还省电 这项技术就好比开车省油 以口苍穹屏的思路 是从燃油效率出发 换上马力强 但是更加省油的发动机 就算车速拉满也很省油 而传统OLED屏幕呢 还停留在控制油门 去省油的一个思路 很多老司机可能已经习惯了 这种做法 觉得省的油还挺多的 但事实上不如迎接最新的科技 换个思路 换个技术更加领先的发动机 无论低速还是高速 通通都能够省油 那么最后再总结一下 其实屏幕节能的演变 也是贯穿了整个屏幕的发展史 我们在节能1.0时代 主要是通过发光材料的优化 来降低功耗 而2.0时代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LTPO 取代LTPS 通过屏幕的变真技术 来降功耗 终于我们来到了 节能时代3.0 我们苍穹屏加入了 OLED底层的技术更新 让全场景低功耗变成了现实 最后的压轴环节 相信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环节 那就是护眼 今天一口苍穹屏在护眼领域 带来两项全新的突破 挑战万元内最好的护眼 我相信在护眼档眼里呢 OLED屏幕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怎么样 看到这个屏闪汗流浃背了吧 屏闪一直以来是 OLED屏幕的 护眼的核心难题 其实为了解决屏闪 厂商提供了很多方案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高频PWM的调光技术 它通过超光速的明暗交替 让屏闪快到人的视觉 感知不到 从而降低屏闪的风险 而只有我这一次呢 则是变走 偏锋 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护眼解决方案 硬件级全亮度类DC 这是一项画时代的屏闪解决方案 它更护眼 甚至可以说无限接近于 零屏闪的LCD屏幕 并且它也是一个更省电的方案 同样得益于我们极高的屏幕本身的素质 一口苍穹屏在做DC调光的同时 屏幕的色彩均匀度表现也非常不错 从此用户的护眼和显示效果就不必二选一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和行业通用的高频PWM的方案的对比 类DC调光和高频PWM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硬币的两面 前者呢是通过一帧只有一次的明暗交替 最大幅度来弱化频闪程度 而高频的PWM呢 则是以极高速的明暗交替去压缩暗光的出现时间 而人眼看不到频闪 这两者都是护眼的方案 不过全亮度类DC呢 由于明暗交替的频率非常非常低 相比于传统的高频PWM方案能够更省电 我们用超高速相机来进行了一个拍摄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几个调光方案的差别 那么全亮度类DC呢 仅有一条浅色的黑纹在波动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个规律 那就是低频闪超级护眼认证一条线就可以了 并且在这里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方案和过去的DC方案的不同 这一次我们硬件及全亮度类DC方案 是在硬件底层就能够做到单脉冲调光 并且呢得益于ECO仓球屏在屏幕稳定性 在Demora算法上面的全面优化 我们在低亮度下面的色彩和均匀度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以前的类DC方案则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 但由于过去的屏幕工艺稳定性一般 很难精确的算出低亮下屏幕的色彩 所以容易造成显示不均的问题 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只有顶级的好评 才能做好全亮度类DC 我们这次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就是把这个功能做到出厂默认开启 我们也是非常有信心 因为现在我们目前看到很少有厂商敢把全亮度DC做成这个默认方案的 当然了护眼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 如果有朋友觉得高频PWM你更舒服 那么我们也提供了这个选项保证你的调光自由 除此之外我们一口苍穹冰还有第二个大招 在正式揭秘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什么样的光才是最护眼的光 我呢自己心里有个答案 那就是在身边的自然光 人的视觉系统是经过数一年对自然光的进化而来 因此只有接收到柔和均匀的自然光 那人类才是最舒适的 今天大多数屏幕的护眼技术也在追求对自然光的模拟 比如说视觉无屏闪方案 再比如说硬件及低蓝光 助眠模式等等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领域 可以说是自然光护眼的无人区 那就是还原自然光的偏正态 许多朋友对这个领域可能不太了解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科普 自然光的振动呢是没有规律的 没有方向的 在物理里被称为非偏正光或者说无偏正光 大部分OLED屏幕因为偏光片的存在 只能通过一个振动方向的偏正 这种单一方向的光称之为线偏正光 相关研究表明 长时间接受线偏正光更容易造成视觉的疲劳 那么可以说偏光片就是视觉疲劳的元凶之一 而行业里呢也有改变线偏正光的方案 比如说大家最近都非常熟悉的iPhone 对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层 让线偏正光变成了原偏正光 那么它会比较接近于自然光的一个波动形式 我们在物理上用偏正度来衡量偏正态 线偏正的偏正度是1 原偏正的偏正度也是1 那么依然是有方向的偏光 那么自然光的偏正度呢 因为它没有规律 所以它的偏正度是0 所以在模拟自然光偏正态 不管是线偏还是原偏 都不如做到彻底无偏 讲到这里 我们终于可以揭晓一口苍穹屏的技术 突破我们全球首发非偏正自然光护眼技术 得益于真我与三星的双方调教 一口苍穹屏发出的光的偏正度 也为0 不像传统欧赖的线偏正光 在一个方向的规律波动 甚至能说一口苍穹屏的光 无限接近于自然光 在这里就要一个 鉴别偏正光的办法 那就是只需要一块偏正片 那么这个偏光片 在遇到有规律光的时候呢 亮度就会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无论一口苍穹屏前面的偏光片 怎么旋转我们的亮度和色彩 都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再开一面视频 传统欧赖的线偏光光 和iPhone采用的原片光 都会发生非常明显的亮度 还有色彩的变化 那么线偏正光的亮度 甚至会完全被偏光片遮挡住 完全变黑 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 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 我们制作了一个一面手机墙 其中有不少各个品牌的顶级旗舰 还有一个巨大的偏光片的转盘 那么当转盘转动 线偏光 圆偏光的亮度和色彩 都会发生变化 我们来可以现场看一下 OK 我们来转动一下这个大转盘 大家可以看到吗 上面这排是我们的ECO仓球瓶 下面就是一些线偏光和原偏光的产品 可以看到这个转盘 无论怎么转 我们的仓球瓶都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而下面的屏幕 要么是亮度发生的变化 要么就是色彩发生的变化 怎么样 这个闪烁让我想到了三体里面一句话 今天所有的手机都会为你闪烁 除了我们的非偏正自然光的仓球瓶 这就是我们ECO仓球瓶带来全新的互演理念 非偏正光才是真自然光互演的终点 而今天我们将引领行业 进入真自然光互演时代 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互演的内容 首先一口苍穹瓶全球首发 非偏正自然光互演技术 互演的表现无限接近于自然光 并且我们还有一套硬件级全亮度的内DC 一个更低频闪更低功耗 同时也更加互演的频闪方案 我们也同时支持高频 PWM可选 还有一系列的互演技术 比如说绿野AI互演 硬件及低蓝光都是非常强大的互演技术 挑战万元内最好的屏幕互演体验 那么以上我们就介绍完了屏幕参数的内容 无论在色彩功耗还是互演都有非常多的干货 但是呢 一块完美的屏幕就应该是体验无短板的 所以我们不需成本 继续堆料 让这块屏幕往更完美的方向 更进一步 首先第一个突破 那就是我们这块ECO仓球屏 搭载的是三星等生四维区的形态 这也是目前高端期间的标准形态 但是和其他屏幕不同 去偏光片 让这块等生四维区的难度变得更高了 为此我们也额外投入了更多的成本 才得以实现 第二 ECO仓球屏还搭载了高通的超声波指纹方案 它的解锁灵敏度 它的解锁速度都非常的优秀 即使在水下也能够解锁 这里也卖个关子 水下指纹解锁的不只是屏幕 更是一项全新的体验 OK 那以上就是本次技术沟通会的所有技术内容 干货太多 为大家在最后总结一次 首先我们全新的ECO仓球屏 是全球首款 去偏光片的纸板旗舰屏幕 并且我们全球首发了非偏正光的护眼技术 引领行业不如真自然光的护眼时代 而在体验上 ECO仓球屏挑战万元内最好的屏幕 首先是画时代的护眼表现 除了刚刚提到的非偏正自然光护眼 更有硬件及全亮度类DC 让护眼跟显示效果不必要选一 第二色彩画时代 我们首发了三星定制S2柔性屏 解锁120%p3的超广色域 搭配2000尼特的全局最高亮度 让屏幕实现前所未有的色彩观感 最后公号画时代 也就是节能 ECO OLED Plus技术 加8T LTPO两下核心技术 强强联合 做到全场景省电 真正都省电 还有三星等身思维曲 高通超声波指纹 每项技术都是领先 当然成本也是爆炸式的领先 所以今天这块好评 我们划分了两个时代 相信大家也猜到了 ECO苍穹屏将在11月4号 在真我的最新旗舰GT7 Pro上 正式与大家见面 我们今天也稍微聊聊GT7 Pro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开始了提前预定 预约的非常非常火爆 是上一代的三倍还多 这也说明大家对GT7 Pro 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放心 你们的期待绝对不会落空 GT7 Pro将搭载最新的 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 性能跨越式的飞跃 并且呢 真我的团队耗时超过一年的时间 打磨极致细节 我们将与业内的顶级伙伴联手 让真我GT7 Pro 不但是屏幕灭霸 更是行业的续航灭霸 挑战骁龙8至尊 旗舰之王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技术沟通会呢 就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各位媒体老师的时间 我们等到GT7 Pro 发布之日再重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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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讯通逮划